好,我們再介紹老師一個這個PicVid,抓螢幕上畫面的 其實螢幕上畫面有些時候我們會需要 第一次執行他會告訴你,有時候可能會出現這個 那沒關係,你就再執行一次就好了 好,我再執行一次 OK,如果老師希望他是中文的 你就來這邊 他在File這邊有一個程式的設定,選項的部分 這裡你可以選擇中文,應該是About這裡 好,看到了 中文,有沒有,正體中文,這樣 就變了 那您執行了之後呢,你會發現下面是多一個 那個調色盤 那我們來看一下,其實我們大部分 我們在抓圖,雖然我們不用軟體 也有那個Print Screen可以用,對不對 可是多數我們是只有擷取局部 那您可以在這邊,點左鍵就可以了 點左鍵,螢幕擷取 有沒有,這裡就舉行區域 我就可以把我要的範圍 用拖曳的方式把它框起來 咦,這樣子就進來了 對不對,很快嘛 那今天呢,你想要在上面再畫一些東西 這裡有一些形狀,我把它放到最大 這個,這樣你看 我們現在要看的,其實是這個 好,你看畫下去 有沒有,前景嘛 這框的應該,老實不覺得這個畫面很像那個小畫家 對不對 嘿,而且是Windows7以後的小畫家 那你要的這個框也可以改變不一樣 甚至呢 我最喜歡是它這個 因為 這樣攀軌料 你可以隨時 調整,有沒有 這很快啊 對不對 好 那麼,如果你想要再加上一個特效 改變大小,這邊也有 那它有,比如說像這個外框啊 簡單的 這裡有幾個 OK 這樣就做好了 這你就複製貼上去就好了 好,之後加C 然後到這邊來 這樣就過來就好了 你就不用在那邊 用那個繪圖工具在那邊對來對去的 好累耶 對不對 那第二個就是說 你抓完這一個 也許你還要再抓其他的 你看看 我們在這邊抓其他的 一樣 矩形區域 好,假設我就要抓這一塊 好,抓完之後 跟我們之前一樣 剪貼部如果你是 再抓一個一定又不見對不對 可是你看看前面的還在不在 隨時是可以再回來使用 對啊,這樣不是更方便嗎 那當然打字部分也可以用 所以我想 主要是像這樣 它可以做一個簡單的 那個圖片的編輯軟體 也不錯 這個是給各位老師稍微參考一下 好